骑脚踏车的富人出现在画面中紧随其后的是一台砂石车 不过富人丝毫没有察觉到有一台庞然大车就在自己身旁 随着砂石车重心逐渐向右过弯撞上脚踏车后 富人随车倒地一动也不动当场死亡 无幸驾驶发现异状才赶紧把砂石车停下 立即拨打电话报警叫救护车 看到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地上了 那我是因为看到满地的水果 我才觉得奇怪怎么回事 车上的水果散落一地还喷上人行道 脚踏车严重变形 救护车虽然到场但被撞上的富人已经明显死亡 死亡车祸就发生在18号上午10点多 沙石车行进桃园市中立区中锋北路 准备右转还北路时 富人脚踏车就在沙石车的右前方 疑似视线死角内轮差发生碰撞 富人和自行车惨遭碾过不致身亡 地朝下脚朝上不会动 那完了我们就知道出事了 与身份连级不详之女子骑乘脚踏车发生碰撞 是甘雨当场死亡 由于死者身上潮无证件也因为车祸头不变形 难以辨认 警方将针对死者身份进行比对 无限驾驶酒测职为零 讯号也被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侦办 警方也将调查釐清详细的肇事原因 华视新闻无权源陈之雪 游一华桃园报导 哈喽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